哈喽我的观众小可爱们你们好呀 今天的我是考古三进 因为想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部 制作于上个世纪的动画 此时此刻的我 他讲述了一个男孩 意外穿越到51年之后所发生的故事 那时的地球紫园枯竭 战争不断 男子被强制征兵 女人也被关进军营里用作发泄 除此之外还要为部队源源不断的补充新士兵 这部动画还被称为90年代三大黑暗神作之一 另外两部是零音和非常偶像K 那么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前三集的故事吧 所有的一切都开始与阿修与一个蓝发女孩的相遇 阿修是个阳光而热血的少年 喜欢挑战从不轻易认输 这天傍晚阿修偶然发现 高耸的烟囱上面竟然坐着一个女孩 奇怪的是 这座烟囱的楼梯已经断裂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爬上去的 阿修见状便跑到了旁边的烟囱上跟女孩搭话 可无论他说什么 女孩都不怎么理睬 只是呆呆的看着夕阳 阿修也不介意 像个画廊似的自说自话的跟他聊着天 他问起女孩的名字 女孩的回答阿修没听见 不过根据口型 阿修猜测他可能叫蓝蓝路 还不等阿修多说什么 突然间整个世界就像是被谁摁下了暂停键一般 一束巨大的光芒在他们头顶展开 几个陌生人 驾驶着不属于当下时代的机器人出现了 他们是来抓蓝蓝路的 阿修虽然没有搞清楚状况 但看到蓝蓝路在跟他求救后 就拼命的冲了上去 结果不仅救援失败 自己还顺带着被传送到了五十一年后 他们跟着机器人的残骸和建筑一起凋落 阿修反应迅速 趁乱拉起蓝蓝路就跑 追他们的女军官 名叫阿菲利亚 她下令让要塞内所有士兵全部出动 务必要活捉蓝蓝路 因此阿修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发现了 逃到一座桥上时 桥被人操控 从中间断裂 两人被迫分开 阿修为了保护蓝蓝路 想冒险跳到他那边去 结果只勾到了他的项链 再然后项链和人一起掉了下去 失去了阿修的保护 蓝蓝路很快就被抓了起来 阿修幸运的掉进了管道 他一路滑落 最后被一块破布拦下 保住了性命 借此机会 阿修也终于看清了外面的世界 原来五十一年后 太阳已经变得无比巨大且炙热 在这样的环境下资源匮乏 国家之间战争不断 阿修现在所在的是由汉特国王统治的 军事要塞海力乌 蓝蓝路之所以被抓 是因为他几乎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命脉 他就像是水精灵一样 可以从项链中召唤出 在这个时代被视为生命的资源 水 可代价却是要消耗自身的生命力 起初人们还对他心存感激 可是后来就变成了对他无限制的强制索取 这也是蓝蓝路不断出逃的原因 如今他虽然重新被抓住 但是项链却不见了 阿菲利亚发现后 立即下令让所有士兵去寻找 并将蓝蓝路带到了汉特国王的面前 这个汉特国王是个疯癫且殷勤不定的人 习惯用暴力发现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他担心是蓝蓝路自己把项链藏了起来 便劝他赶紧交出来 可不管汉特国王是讨好还是恐吓 蓝蓝路都无动于衷 甚至动手反抗 汉特国王对他愤怒却也无力 另一边挂在外面的艾修 想到蓝蓝路被抓又艰难的爬了回去想要救他 不过很快寻找项链的士兵纳布卡就发现了他 两人打斗的过程中 项链又一次掉到了弟弟 士兵纳布卡也差点掉了下去 是阿修几时拉住了他 救了他一命 就在这时远兵赶到 阿修还是被抓到了 而后汉特国王下令 要阿菲利亚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撬开他的嘴 问出项链的下落 就这样莫名其妙穿越的阿修 又莫名其妙的被打了一顿 之后就被关进了牢房里 同牢房中还有一个少女 少女名叫萨拉 她跟阿修一样是穿越来的 而且是因为长相酷似蓝蓝路而被误抓回来的 确认过身份之后 她就被关了起来 每日供士兵们发泄玩乐 阿修听闻过她的遭遇后 便发誓一定会带她一起逃出去 然而现在阿修连自保都困难 她因为说不出项链的下落 而被阿菲利亚挂在了要塞外暴晒 当天夜里 要塞还遭遇了敌国军队的入侵 紧急之下 国王下令发射超威力光子弹 这才击退了敌方军舰 缓解了危机 可是海力乌要塞同样损失惨重 所以破冲士兵 增加战力储备 迫在眉睫 之后阿修又被送回了牢房 萨拉正呆坐在角落里 表情就像是刚从地狱走了一趟 却又无法逃脱一样 未来等待着他们的命运 会不会也一样的绝望呢 好啦 以上就是动画前三集的内容啦 有些内容 比如阿修快见到的细节三集没有讲到 不过并不妨碍理解剧情 如果你对这部动画感兴趣 不妨去看看原片 后续的内容 三集也会陆续给大家讲完的 欢迎小开们 以评论点赞关注收藏 以及捐赠头发等众多方式进行催更 嘿 最后喜欢三军的话 不如点个关注再走吧 爱你们哟